视频开头解释一下 这两天配音小哥哥有些感冒了 所以up自己来配一下音 当然普通话肯定没专业配音那样标准 希望各位观众见谅 上期讲到项羽平定河北以后 坑沙二十万秦族于新安 这里稍微说明一下 这里坑沙的秦族主要是以汉人为主 其实秦军里面 尤其是王黎掌管的长城守军 有很多胡人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楼梵骑兵 项羽对这些胡人网开一面 所以之后楚汉战争时期 这些楼梵骑兵还会出场 以后还会提及 项羽坑沙完秦族后 便率诸侯联军准备从韩谷关入关 刘邦则从咸阳回到坝上 听闻项羽封张涵为雍王 打算让张涵在关中称王 刘邦担心自己不能忘关中 所以派兵把守韩谷关 等项羽到达韩谷关时 见关门紧闭 又听说刘邦已经平定关中 于是大怒 派秦部的人攻破韩谷关 12月 项羽进军之戏水 刘邦的左司马朝无商 派人向项羽告密说 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 打算认秦王子英为丞相 并占有全部奇争异宝 项羽闻言怒不可遏 打算第二天攻打刘邦的军队 当时项羽拥有40万诸侯联军 号称百万大军 驻扎在新丰县的洪门一带 刘邦拥兵10万 号称20万 驻军罢上 这期间范真也对项羽说 刘邦住在小山之东时 颇为贪财好色 现在入关后却不收取财物 不宠心女色 说明他的志向不小 且他那边的云气有天子之气 所以应该赶快进攻他 不能错过时机 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范真 项羽手下有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秦部 也叫音部 之前已经多次提及了 算是项羽手下头号战将 另一位便是这个范真 算是项羽的头号智囊 之前项羽立米星为楚怀王 就是范真的提议 他出山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被项羽尊为亚父 就在刘邦大难临头之时 有个人在此期间 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写了历史 此人就是楚国的左颖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继父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叔子 他和张良有很好的交情 早年项伯杀过人 张良救过他 所以现在当项伯得知 刘邦要遭难时 便连夜奔赴刘邦军中 私下会见张良 却张良和他一起离开 但张良却说 我为韩王护送佩公 现在佩公有难 而我却逃走 这是不义的行为 于是将项伯的消息 全部告诉了刘邦 刘邦听后大吃一惊 他深知 以自己现在的兵力 完全无法与项羽抗衡 张良于是就说 让他告诉项伯 说刘邦绝不敢背叛项羽 刘邦则让张良 换项伯路内 亲自与他会面 并以兄长之礼相待 项伯入内后 刘邦便手盆酒杯 向项伯敬酒祝福 并与他约定结为亲家 同时解释道 自己入关后 连毫毛般微小的东西 都不敢沾边 只是登记官民的户口 封存府库 等待项羽将军的到来 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官 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出路 和非常情况发生 自己日日夜夜盼着将军驾临 哪里敢谋反 希望项伯把自己 不敢忘恩负义的情况 详细的反映给项羽 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请求 并要求他第二天 亲自去向项羽道歉 之后项伯连夜回到储君营中 将刘邦的话 一五一十的报告给项羽 并说 要不是刘邦先攻下关中 你又怎么敢进来 如今人家立了大功 却要去攻打人家 这是不道义的 不如就此好好对待他 项羽同意了项伯的请求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鸿门宴桥段 这段记载出自 司马迁史记的项羽本记 这也是中学生语文必读篇幕 反正阿波中学时 就学过这篇语言文 相信观众们 也非常熟悉里面的情节 但是作为楚汉争霸里 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不能跳过 所以本期视频 还是会结合电视剧画面来 具体还原 同时也会分析 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第二天早上 刘邦带领一百多骑 随从到鸿门见项羽 见到项羽后 就马上道歉说道 我与将军您合力恭情 您在黄河以北作战 我在黄河以南作战 没料到自己能先入关中 捣毁秦朝 得以在这里与您重会 如今有小人搬弄是非 使我和您之间产生隔阂 项羽则说 这是您的左司马 潮无商散布的留言 不然的话 我何至于如此 然后项羽留刘邦 与他一起喝酒 在宴会上 范真多次向项羽 递眼色 并多次举起他佩戴的玉块 暗示项羽杀刘邦 而项羽却默然不予 毫无反应 范真便起身出去 招来项羽的堂弟 相庄 对他说 向王为人心词手软 还是你进去给刘邦敬酒 敬完酒后 就请求要求表演舞剑 然后趁势杀了刘邦 不然你们这些人 都会成为他的阶下囚 项庄随即路内 为刘邦助酒 敬完酒后便请求舞剑助兴 项羽答应了项庄的请求 项庄于是拔剑起舞 坐在刘邦一旁的项伯剑 此情形也起身舞剑 并用身体护住刘邦 使得项庄无法行刺 这时张良来到军门找樊快 樊快问今天的事情怎么样了 张良就说 盛吉 金者相庄拔剑舞 其意常在佩公也 樊快就说 事态紧急 我请求进入 与之拼命 随机带剑持盾闯入军门 军门守卫想阻止他进入 被樊快用盾牌撞开 樊快入军门后 掀开围杖站立在那里 怒目瞪着项羽 项羽则按剑 问来者何人 张良介绍说 这是刘邦的陪臣卫士 樊快 项羽说 真是位壮士 刺他一杯酒喝 左右侍从便给他一大杯酒 樊快败谢后 将酒一饮而尽 项羽见此说 再刺他猪腿吃 侍从便给他一条 半生不熟的猪腿 樊快便将猪腿放在盾牌上 拔剑来切大口的吃了 项羽又说 这位壮士还能再喝酒吗 樊快则说 我连死都不逃避 一杯酒难道还值得我推辞吗 秦王心狠如虎狼 杀人唯恐杀不完 刑法唯恐用不尽 以致天下皆叛之 之前楚怀王和各将领有约定 先入关灭秦的人 就能在关中称王 现在刘邦最先灭秦入关 连毫毛般微小的东西都不敢拦指 就率军返回坝上等待您的到来 这样劳苦功高 您非但不给予封侯的奖赏 还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有功之人 这是在重蹈秦朝的负责 我私下里认为您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 这番话有理有据 让项羽无言以对 就让樊快坐在张良旁边 过了一会儿 刘邦以上厕所为借口 又趁机招呼樊快出来 这时项羽派都尉陈平叫刘邦回去 刘邦想走 于是对樊快说 我刚才出来没有告辞怎么办 樊快则说 如今人方为刀阻 我为鱼肉 何此为 于是刘邦撇下车马 独自骑马离开 樊快下侯应 竟将既信四人 手持剑顿快步相随 经过离山 操小路返回坝上 只留下张良替刘邦向项羽辞谢 张良估摸着刘邦已经返回坝上 便进入军营向项羽告罪说 配功不胜酒力 无法告辞 警派成捧上白币一双 以连拜两次的隆重礼节献给将军您 另外大玉杯一双献给亚父 项羽则问刘邦现在到了哪里 张良则说 刘邦听说您有责备他的意思 所以就独自离开 现在已经返回均中了 项羽便接受了白币 而亚父范尊则气得将玉杯搁在地上 拔剑击碎了他们 则被项羽说道 这小子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业 夺取向将军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 我们这些人将一眼看着被他俘获 刘邦回到军中后 立即杀掉了曹无伤 以上是刘邦参与鸿门宴的全部过程 这期间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张良 刘邦始终借张良之力来左右项伯 中阴项伯在处置地位 使得免于难 这里顺便说一下项伯的结局 刘邦夺取天下后 感念项伯当年在鸿门宴的解救之恩 赐他刘姓 封为赦阳侯 后世很多人都感慨惋惜 项羽不在鸿门宴杀了刘邦 以致自己最后国破身亡 所以后世很多英雄也把这个行为当作反面典型 最著名的就是那句诗句 宜将成勇追穷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但这里UP客观分析下当时的情形 其实就能知道范针的主张 其实是很难实行的 第一 刘邦入官有功 这是之前楚怀王就和各将军立下的约定 所以项羽没有杀刘邦的正当借口 第二 项羽的实力其实没有表面上那样强大 虽然项羽统率40万诸侯联军 但里面项羽的嫡系部队不多 上期提到巨鹿之战时 项羽大概统率10万储军 但其实根据前汉记的记载 楚王只给了宋义项羽5万军队 虽然项羽一路上可能招兵买马 但嫡系部队应该不多 这里面有很大比例是各路诸侯的军队 像燕军 齐军 赵军等等 这些诸侯军是因为项羽在巨鹿之战 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所以才推举他为上将军 但本质上是盟友关系 而不是从属关系 如果项羽没有正当理由杀了刘邦 则会失去巨大的政治威信 肯定不会让其他诸侯幸福 第三 刘邦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不足以引起项羽注意 而且刘邦已经明确表达了俯首称臣的意思 第四 当时秦国已经灭亡 各路诸侯都集中于关中 如何分封天下 是项羽此时迫不容缓之要徒 所以无暇顾及配功之势 下期将会作为楚汉战争的先导篇 重点讲述项羽称霸天下后 如何分封各路诸侯 然后将重新制作地图来展示 以便观众直观地知晓楚汉战争前的天下态势 以上是这期视频 下期视频争取明天更新 下期视频争取明天下期视频